上期跟大家分享国家里的发财树 如果长势不好 我们可以给它修剪之后 再用上植物活泥树对水稀释 给它直接喷湿 那么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养护 我这盆发财树已经长出了 满盆的新芽出来 那么在新芽长出来之后 养护也一定要重视起来 那么首先新芽刚刚长出来 我们不能够马上给它湿大肥 或者是一些素效肥 因为新芽它的抗性还比较低 如果湿素效肥的话 很容易产生肥害导致伤苗 我们这个时候施肥的话 最好就是用一些相对比较温和 营养又比较全面的肥料 我一般常用的就是发财树专用的 有机营养液养分全面温和又不伤根 直接对水稀释之后 不要先喷 我们最好就是在浇水的时候 对一点浇灌进去就可以了 浓度最好就稀释到1000倍以上 等到这个芽相对比较高了 我们再来给它慢慢增加浓度 也可以给它页面喷肥 浇水的时候最好就是喷土干了 再浇 每次浇水是有对点肥就够了 当然除此之外 还要保证养护环境通风透气 并且我们还要适当的增加光照 保证养护环境温度在15度以上 它的涨势才会更快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